林英宇 到目前為止 投的史上應該是還蠻不錯的一個狀況 但是 他自己究竟覺得如何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現在面對的是第八棒的圖狀勳 圖狀勳在今天的比賽當中 依舊是擔任先發捕手的工作 也連續三場 在高知邦有一些受傷的情形之下 目前三場二零的打擊率 一直全力打 七個打定 那今天就林文宇來看的話 其實就他自己的感覺 就這兩個看起來 他應該會有蠻不錯的一個 投球的手感 事實上這個職棒選手的這種壓力 一般人不太能體會 尤其是可能或許 學生朋友比較不能體會 原因是在於 就以學生來講 大概也不至於到每天都要考試 而且就算你 譬如說你就算每天都考試 有大小考試 你也不至於這個考試考不好 你就沒工作了 但是職棒選手就不一樣了 職棒選手今天就會有一種 我們一般學生來講 大部分 就是考試的頻率也是有 職棒選手幾乎天天都好像是考試一樣 那你考不好那種壓力又跟你的收入 跟你的工作等等 其實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或許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 是 當然以這些選手來講 其實面對的壓力應該是 所謂 這種所謂轉行這個區塊 有塗壯軍的打擊這一次是遭到林恩宇的三陣 這也是林恩宇 這個付出之後所投出的第一K 的確面對圖中間這個打擊 我們看到進了一點就塞得夠內腳 這個腳真是沒話講 以這個球的進了一點來講 即使球數只有135到138 其實對每月打折來講都不太好處理 所以林恩宇今天投到現在 最主要還是來自於他對於內外的掌控 的確投得非常的理想 目前投了32個球 面對第九棒的楊宗賢 楊宗賢兩次八次的打擊率 有一發全力的20分打點 上來率是3x35 現在比賽來到了三局的上半 統一是0比3 三次的落後 追求打高 但是距離並不夠遠 右外野手已經佔定位 把這個飛手給接殺 現在形成兩出局 所以講到這個壓力 還有工作性質 其實我曾經到保險公司去 等於算是演講座談過 我當時就跟他們講 我說保險業務員的工作性質 跟職棒球員其實蠻像的 因為你每天都要面對挫折 都要被人家拒絕 但有些時候你也會 可能有達成生意 或者是得到別人的肯定 會很高興 但是跟職棒球員非常像 就是你常常就是要面對挫折 但是你又是必須要重新振作起來 所以形態上 如果大家想這個壓力 或許從業務員的角度 再去想職棒球員 也可能可以比較 有一點點想像得到 那當然其實明明提的 其實真的是蠻類似的 當然差別可能比較大的 應該就是說 可能業務員這家 他呆布卡倫可能 還能夠換好下一家 沒錯沒錯沒錯 而且比較不會有身體的 像職棒球員有最大的風險 除了他的能力之外 就是他身體的風險 其實是有些時候 是很難去控制 沒錯 而且我們其實我們 這些年來也看到 很多選手 他一開始都表現得不錯 但是因傷受傷 就開始慢慢走下坡了 現在兩出局之後呢 打擊要輪回到第二輪的 第一棒陳庸基 陳庸基呢 前一次的打擊是一個內野的滾地球 今天林恩宇設定的目標到底是用局數還是用球數 我們待會可以持續地來做一個觀察 目前投了37個球 現在是兩好球兩壞球 陳鴻基今天第一次打了一個二連的滾地球被自殺 最近是連續四場比賽有安打 也連兩場比賽有打頂 球數現在是兩好兩壞 目前雷燒沒有跑著 這球揮棒落空 這球現場撤到有142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0比3 統一試隊是暫時落後 這球現在是兩部電動的 現在是兩部電動的 這球接著了1個電動的 這球會有任何問題 這球會有本地的 這球會有兩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